圣经注释正确使用 首先要本着一篇章里面 可能得到内注 参考文法 努力做独立的诠释 内注是什么 根据那段文脉内在的一些信息 一些资料 已经解经 圣经本身内在的一些资源 它已经提供了给我们理解这段经文的一些内容 比起从圣经之外 先从圣经内本 比如说它文法的那些原理 无论是它叙事还是诗歌 它都有它的规则 包括它一些名词 那个词是属于哪个时代 或者是某个地点 或者提到某个事件 它都给我们提供 比如说解释诗篇的时候 有时候提到了一些暗示 暗示了某个事件 你就知道 这个诗篇是在某个事件那个时候写的 你就帮助你理解这个视频 包括这个看一些 合本也是刻意的摆列了 一些字的重复或者押韵等等 那我们就发现了这种语言的规则 透过这种规则 如果稍微知道这种什么交叉对质 它的这种摆置背后的一些原理和精神 你就知道作者在强调什么 那叙事就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讲到这个时间的地点的一些要素 我们知道了这个题材 我根据这种题材的一些性质 特色我在诠释的时候 就根据经文本身 我们所谓的观察 观察经文 它前后的事件关系 它的时间地点包括很多 包括什么罗马书 虽然有的不是这种叙事的 但是也观察 它在讲什么 在什么样的逻辑下提到了这个问题 后面要讲什么 这个前后的关系什么 这句话本身的这个它的主语 宾语什么等等 这些内在的一些情报和信息 帮助我们可以理解啊 正确诠释 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这里强调 伯克夫是因为改革宗的 而且是保守的改革宗的神学家的缘故 他那个时代出现了一种所谓的高等批判 比如说你解释圣经的时候 他们会参考经外的 现在很多的这个眼睛也是有这种方法 但是我们会谨慎的用啊 比如说什么这个古解释创世纪的时候 那个什么要参考这个什么巴比伦的这个古文献呢 古代近东的一些文献呢 创世学说呀 那这个air是不是这个在古代近东其他的一些文献里也有啊 那那些文献又比好像圣经的文献早啊 是不是圣经借鉴了他们的文献呢 等等 他们就根据经外文献去诠释圣经本身 所以他说 首先要根据圣经经文内在的资料 不是依赖圣经外的 那到了近现代更严重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Tom Wright 是吧 在国内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哈 他是所谓的保罗新官里面的一位比较红的学者 当然他之前有什么Sanders等等 那他呢 他所强调的就是解释保罗的观念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保罗在什么第二圣殿时期的 这个巴拉斯坦地区的犹太文献来理解保罗 当然他有他的前涉哈 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解释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样的话圣经本身的意义就不能靠圣经本身去解释了 必须依赖于圣经同时代的其他的文献来决定圣经的意思 这样的话圣经就解释要依赖于其他的权威了 真的要这样解释吗 不是的 当然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其他作者文献的一些画法 一些用词 一些文化 一些思想是有益的 帮助我们理解 但是是不是保罗一定他的思想就和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一致呢 更不用说巴拉斯坦地区那个第二圣殿期犹太人的思想内部也不是统一的 那你到底是选择A派的学者的观念还是B派的还是C派的呢 保罗到底跟随哪一个 所以问题他就根据经外的文献去诠释保罗 这个是致命的问题啊 圣经的明了性是强调圣经上帝写给我们 当然圣经使用文化要素 对当时的文化里面的人说话 但是圣经在使用当时人用的一些用语的时候 他会变革性地使用 比如说约翰福音的道 logos 他用希腊的logos 但是我们分明知道 约翰的logos和希腊哲学里面的logos是概念完全不同的 为什么 他是一个位格性的存在 而且这个logos不管是理论规律原理的问题 他倒成了肉身 他是有人格的 他行奏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真的见过他摸过他 吃过喝过听过看过与他同住过 他是真正的生命和人格的存在 希腊里面找不到这种概念 要么就是抽象的神 要么就是神话的人 所以根据圣经内在的资源去解释圣经 已经解经很重要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他就是刻意地去对付当代那些 所谓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圣经诠释法 可以理解着互将理解 已经解经 近的文脉 远的文脉 从整个圣经的观念 新约里面如何解释旧约的观念 已经解释的 比如保罗解释于月节的高牙 旷野里的玛纳等等 包括云柱火柱 保罗如何解释 已经做的解释的 那我们就根据新约解释旧约 是吧 理解旧约 虽然旧约学者不高兴 不要把新约的概念带到旧约 那你就把新旧约分离开了吗 圣经是分两个脑 左脑和右脑 新约一个脑 旧约一个脑 两个之间的思想不同意 是我们要尊重文脉本身的一些题材 当然这样 但是解释圣经一定要有极性 不要孤立 把这段经文跟整个篇幅孤立 把跟整个旧约孤立 更不要跟整个圣经孤立 然后近一点的话 这段经文要根据它临近的文脉 文法是就是这个原文 它什么因为所以或者说主为兵 然后或者动词的时态和什么兵语 或者说服术单数 主动被动等等 是间歇性的动作 还是持续性的动作 还是反复性的动作 还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还是已经停止了 但是果效影响到现在 原文里面都可以 这个动词的这个不仅是时 还有这个时间的问题 还有个态的问题 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文法 比如说中文里面的语言 我吃了我再吃我要吃 根据文法你就发现 过去是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 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 文法 不仅是正好